您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现在我们继续做一个MVSP 那最常用的就是PCA的 就是组成,不是那个分类cluster的 然后我们开启一个档 然后我们这个主要,我们这个范例是用Food的吸碗的这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档案的形式是怎样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是国家它的这个Sample 有德国、意大利、法国这一些 然后它主要是这些人的饮食的分量的比例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分类 看看它们到底有没有相似性 然后分析的主要是cluster 我们这一次都针对UPGMA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这个先都不打不选勾 Transport跟Constants都不选 然后Advanced这边我们也先都不选 也不做Dual Clusting 然后我们主要来做这几个的差别 然后我们就选第一个Average Distance 就是平均距离的相似度的平均距离这个选项 它的计算方式 那我们开始 这是用Average Distance的分析后的结果 那放在这边 那我们继续做第二个 我们做这个Banoni Ubani Booster这个这个的系数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分析的结果是这样 那跟第一个这个Average是差很大 OK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可以看到是Brown的 这一个BrownQuest Coefficient 这一个东西 OK 我们把它看一下 那这一个 跟这个有点靠近 类似的 OK 那我们再做另外一个 来比较所有的 以便以后 更快的让你去选择 你要使用的 这个距离测量的方式 就是Blain Curtish 这一个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一个呢 这个方式呢 又跟第一个Average 这一个呢 有点靠近 有点靠近 OK 那我们继续 做 就Cambella 这一个的结果 Cambella 结果是这样 OK 这是做一些比较的 OK 那继续 我们做 开Square 卡方的 这是卡方的结果 OK 然后 后的 后的 这张是不是弦了 这是Code的 这一个结果 这边下面都可以看得到 Cosin Theta 这是Cosin Theta的距离 计算方法 那这是最常用的 欧式距离法 欧式距离法 OK 再过来 真的蛮多的 Cosin Theta的距离法 Cosin Theta的距离法 这个又跟前面那一个 有点像 大家就可以看看这些的差别在哪里 是麦哈顿的 OK 这是 Meen Meen 这个 Charate的Difference OK Modify的 Morista Similarity Morista 它的分类是这个样子 那都会有点靠近 但是计算的方法不一样而已 Name and Lead 这个 又跟前面那一个有点像 这提供的方法真的很多 然后Piersen的 Piersen系数的 这是Piersen的 Persen Similarity 比例的 OK Sample Matching的 再来 Simpson的 Simpson的 这是Simpson的 Sol Goes mid- Warm-Theta Solocation's Sol expectation Spears-man З provision Coploy face- sq님 ptr Cooy 적 noi Solocation的 Solocationed there representation Solocation Soldessous Soladelphia Soligm-Col 是标准的欧式距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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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最后一个呢,育儿 好,那这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个UPGMA的所有的做的就是到此 先做到这边,谢谢 全节科技,谢谢您,再见